A9加住到2万 这边撞上了一个装位的AA 这个位置非常的敏感 他可能这种AA要么就是直接拳下 要不然就直接打得很细腻一点 直接拳下了 然后他只有14个BB了 刚打的那手之后 打得细腻一点的话就是两刀流了 甚至是在翻前 然后flop和转排的三枪都有可能 149 149 14个BB 装位面对好像可以跟的 好像是可以跟的范围 这是面对cut off的一个加住的一个 再加住全下 有很多 考虑到这一点 A9是比较边缘 这边是有概率是盖开的 还是扣了 这不是一个好状态 非常边缘啊 因为对手虽然后手不多 但是是顶着一个加柱进行拳下的 而不是说是凌空拳下 如果是在庄位的凌空拳下 那A9在小盲和大盲的位置是一个秒扣 E is all in Yeah, because C1 is all in Should be all in Yeah, the all in is on the aces, not the ace On aces? Yeah Yeah, please Aces are at risk Oh Please let me keep my aces 这样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可以进行一个double 这我排A9的赢率是非常差 对 对 看到A9就有点危险 开心啊 希望能够还有很多2-9的出牌 我还好都没有黑桃 对 整排一张一桃五 依然是2-9 对 差了一点点 对 这样的话Ten Smith输掉这样的一个底持之后 我自己是只剩下一个大盲多一点 不是是12万4千 12万4千 12个大盲 然后他之前还蛮多的 Den Smith这里 90 Hijack直接all in 他这里好像是2.2只剩下两个都比别 那刚刚应该是屏幕有显示错 对 那小盲位的Adams130万这里是一定会跟住的 有可能会做一个再隔离 是 去把大盲位的玩家隔离掉 嗯 他有130万 13 呃 这是 做一个家主 130 还是很多 做了一个6万的家主 那么大盲位是没有排 直接是盖排了 A4对上了90 Den Smith在100万慈善主赛上A勾对上我们的葬树奴的A勾被发成了单张花 最近看到他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心疼的感觉 那应该不是Den Smith 那个是来自印度的玩家Vivik 那他是什么 实实 我记得他有一手很惨 被发死了 那我可能记错人 这盒牌 一张十 是成功的帮助Den Smith进行一个小翻倍 嗯 Same Greenwood Like if you give him like two blinds He might have a hundred in the next level 这里又是一手可以推的牌了 对 枪口加一的位置K10不同色 非常大 嗯很大 这四个BB来讲 我选择加注到68000 哈哈 做了一个拳下 对 现在桌子上也是知道他能推的范围很宽 然后基本上 对他就是交给后卫吧 交给后卫来去处理他 哇 哇 两次撞上AA 短短的 十分钟之内啊 撞两次 哈哈 也是比较的惨 笑了 我还挺喜欢他的 但是第一次是一个面上比较和蔼可爱 和蔼可亲的一位玩家 对 再看一下他衣服上有一个笑脸 对 对 这种笑脸一般都贴在餐厅里啊 对 发个顺子吧 把个A圈勾 对 勾勾10 啊 那个笑脸还挺可爱的 No 张牌一张7 那么转一点 对 合拍一张8 Danny Dance Meese成为今天上场 应该是第一位被淘汰的玩家 也不一定啊 台下有可能有哦 之前有一篇报道还专门写 有特色的压排鸡们 哦 林庆伟这边是呢 在专卫拿到A圈不同色 我之前 那个我朋友送了我一套那个 那个吃鸡专用套三级头 一个98k 还有一个平底锅 往桌上一堆 觉得好占地方 所以你可以拿平底锅到下排气 对 那个挺有趣的 啊 这里面对一个装卫的家住啊 我们Dios直接all in了 72万 那这里是个秒call了 26个大麻盲队盲 装队盲 没有任何的犹豫 嗯 正好撞到了 A圈对上一把 主要是位置也很 也很敏感 flop是3 6k 哇 直接是join dead 哇 奇奇奇奇奇奇 那这样的话 林青尾是 跑马犀利 呃 第二个从 直播桌上离开了我们的赛场 那现在还是可以重买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可能 但是不能重买了 现在不可以了 对 应该在比赛 今天比赛开始前是可以重买 将近100个大麻 我们四勇是有 对 在这首排开始前是正好差不多100个大麻 啊 这首排有点cooler 在枪口的位置 面对枪口加二 枪口加二的一个在家 哇哦 哇 那这样的话A圈反而是比较能逃掉了 看后卫的这个KK会做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K只用根的话很可能 把枪口带进来 所以KK这边是 K这边剩只是20个大麻 也不多做那个 纠结提交位 对 看一下这里A圈是应该是七排了 对 A圈主要后卫去做三败的人的筹码 非常深 有56个大麻 嗯 这里是指能器盘 嗯 因为他也知道啊 枪口加二的位置是一定跟的 套持了 这里AK是 标准的跟注 好 AK打KK 看看KK能不能顶住 但其实AK也赢率不低啊 依然是有34%的赢率 看翻牌有没有黑桃 黑桃已经在手上了 黑桃和A 哇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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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带给他最后一张出牌 如果转牌不出红头的话 那么只有一张绝张K了 那么 DAVIS应该是要被淘汰了 哦那这样的话很可惜 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个阶段调人非常的快啊 就是 因为大家有 很多人都是处在20个BB以下的 哦 这里是一个 打光了 翻牌前 AK对99 可以看之前的AX都赢了下来 好了 之后拍E 看一下会不会继续能发A 哦应该是 六七圈 这个翻牌 对 可以比较不利 是 啊 展牌一张圈 I like the paint I like that one 依然是六张出牌 啊 整齐没有发出来 那这样的话 Kate是被淘汰了 我们的Abinger是成功收下这个底池 筹码量增长到140万 好这里 哇哦 啊 这是一个大哭了 KK对上10时 然后对手是击中了SET 哇 这里是一个 翻前的400的底池啊 哇 这手牌我们的Trade Week是直接吃大肉了 真的 这是 74万哦 70个大猫 这边要要翻倍之后 重码量就非常的深了 直接拿下了一个159万5千的底池啊 其实很有可能拿下 KK是有两张出牌 只有5%的盈率了 那没有发出来 Trade Week是靠这手SET10 拿走了一个接近160万的底池 而我们的对手啊 小叶叶是只剩下12万6千 12个打 这手牌损失惨重啊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连下了 我们已经连下了 Huwa这边很运气 拿到A Huwa这边很运气 Huwa这边很运气 Huwa REST到了3万 H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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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轩的一个头击之后 一下子为她积累到97万1千的酬吗 Huwa 这个有点诡异的一个操作 mini race 可能自己少付出一点代价 然后去来抢夺这个底池 但这里任何牌都不会盖给他的mini race 他的筹码很少 只有20个 不止 只能cola 但这个65000就套吃了 这有20多一点 套吃了 可以看到这位老爷爷不太会打牌 应该是一个企业家 business man 比较娱乐相 他20个BB其实也可以直接3B all in 只不过撞钢板了 只是他的翻前的一个mini race 对手没有任何牌会盖给他的 并且使得自己套吃 就接近一个套吃的边缘 现在第一集团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嗯 都是在120万到160万排缓 都是在120万到160万排缓 就这样的 对手 对手 嗯 对手 对手 那我说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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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谭宣这里是要选择跟住了 也是一个标准的跟住,没有任何的其他选项 彼持十一万两千,转牌是一张红星四 两位选手都没有红堂防守 木德志明应该还是要再下注吧,去保护一下自己这个AK 不要让对方手里带一张红星防守去免费看到盒牌 下注七万七 反正这里只有一个K,感觉后续发展也不是特别好 可以考虑在这个牌面上去弃牌了 对手后手三十三万五千 如果自己跟住了的话,可能合牌会面临一个all in 现在很痛苦的事情 二十万五千 哦,他在这边去做了一个race race吗 然后用一手中等成熟的牌里去做了一个加注 太胸残了 race到二十万零五千 这样的话,莫德只有一个all in的选项 这里是,应该要,要,这里这手牌 K,他是觉得对手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够的一些牌 他这里像,成牌转bluff的意图,像是 似乎是想打走对方的,一些带红桃的买牌 是 做了一个跟住 那这里是,合牌是根本投不动了 面对对手的一个跟住范围啊,他是完完全全落后了 抵持是五十二万两千 对手的后手只有二十万七千 做了一个非常小的,七万五千的下注 我们这样应该是很好,很容易跟上啊 他打的真的特别像是自己 打的像是在value 对 演技很到位 但是AK这里很难盖 二十万七千,这个注码打的非常的精妙啊 这个注码让对手觉得,哇,你就是在 在value的感觉 选择all in了,我打的真的 凶 我打的真的是凶啊 没有红桃啊,选择all in啊 有点夸张,这手牌两个外加打的真的是 一个比一个凶 是 他的姓是 英文是tsang啊,但是在国语里面是念曾 在香港比较常见的姓 在专位,选择用k2杂色加注三万两千 大马我也跟住 大马我也跟住 专位的 亚顿曾是有一个三条k 这手牌啊,底值是八万八千 哇 选择埋伏了一手 那么这里 在翻牌的埋伏之后啊,他这里有可能要损失很多了 继续过牌,那么这里要打了 应该是一个四万到五万的下注 可能是四万五千 打了三万 比较小,他也是怕对手没有东西 那这里是一个两门买画面 是一张梅花寺 啊 这就是一个三万的下注 做了一个三万的下注 是 可以做一个标准的跟注啊 控制一架底池 那底池是来到十四万八千 一张梅花寺 一张梅花寺 并没有改变任何的牌面 Riff 这里应该还是一个标准的过牌跟注啊 十四万八千的底池 按从这里可以考虑再做一个 八万左右的价值下注 他手上是阻挡了K和2 这个牌非常强啊 可以打大一点 真的是打了八万 这个八万的价值下主任全餐是一个 比较艰难但是不得不跟 不得不跟啊 最后牌打的也是非常的细腻 好 又是在highjack的位置拿到了A圈杂色 我们的L城是连连有牌啊 比较高 他的频率啊在其他玩家还看也是稍微高了一点 看一下这后牌会不会遭遇到什么抵抗 小盲的位置啊 圈七 差了一格啊 圈八的话这里就比较好的防守了 所以圈七可能是要盖掉了 就需要了一格而已 有点可惜 那么大盲位是要防守的 这个牌 六五杂色 大盲位的susia将是选择跟住 底次来到八万八 哦 这个牌面对阿兰来说发的比较好 比较的好 中队买卡圣 关联度非常高 三百万 二百万 一一 或三百万 二百万 大兰 二百万 一 二 二 一 二 3. 收拾 4. 收拾 4. 收拾 4. 收拾 这里在转排啊 面对一个2万2的一个下注 L等式选择跟注 和牌发了一张K A还依然睡 是 感觉要 要 在和牌打的话要打重一点 所以C将在和牌 不太会愿意打 她的6 就 她6其实不错了 在这里摊牌 直接选择用全排转不辣 All in了 厉害了 好凶啊 打了一个对手完全跟不动 这个牌 打得有点太飘逸了吧 哇 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代价 我们的女选手也好凶啊 这里的确是 Adon是肯定扣不动的 但是 抓到很好的时机 但是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 真的 这个H要是去抓鸡 没鸡大可太厉害了 这是不会抓的 H是不会抓的 在这里 是 哇 她打得很好 她有一颗 可以看到在这次比赛中 好多玩家都喜欢穿橘色的衣服 橘黄色的衣服 下次不知道那个 他们的周边会不会出橘色 这橘色好 而且目前都是暗色系 黑白 黑白绿啊 就 而且绿是墨绿 很深的那种 然后这牌撞到了 这里Alton是要扣了 她O引了不到10个大芒 所以这边A勾肯定是 应该是一个reserve 对 因为 她如果跟住了14万之后 她的后手也是 不会盖给对手的再挤压了 是 那么应该还是一个reserve 35万2000的再加珠格力 不给大芒威最后的演机会 花色压制 这样她只能寻求击中了 正好有一半的领先 嗯 66%对33%的一个领先 VLOVE389 直接击中了一张8 幸运的击中了一张8 那她还是有后门花和靠张 直接 反超了 反超了 给对手五张出牌 没有发出来 就是这样 我们的chave是直接离开了 一代 会记得 做了一个误开的对抗 没有跑赢 Cut off是选择加住了queen9 不同色到3万2000 装卫的这个k勾 装卫的k勾杂色 嗯 挺得跟住 大芒威A色 这位置是可以去做一个跟住 也可以去做一个击啊 有可能几天欧令了 面对coa的一个价值 啊 她只有12万 啊 她她只有 对12万 还是选择跟住 选择跟住啊 那后手 就比1比1了 对 击中就是打光 方片也打光 那这个面是圈圈8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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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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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 Cut off 这边玩家选择过牌 是隐藏自己这样一个牌里 这手 转牌出现这张勾啊 是给予大芒位和装位的玩家 是一个 恶号 对 本来是没有支付能力 现在都有支付能力 现在可能会 选择一个直交运吧 过牌吗 过牌 怎么办呢 过牌怎么办 对啊 这个牌在翻前就 在翻前跟住 有点吃力了 嗯 太少了 所以可以考虑做一个过牌 弃牌吧 面对一个 中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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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要做一个价值加注啦 四万五千 KKO这里是 有概率要call一团结 或者是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 因为他不是 那 我认为他不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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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那是 另外 一个很好的赔率 很好直接O-in的一个赔率 他这里应该还是会跟住 不太会O-in吧 因为赔率挺够的 他也知道他O-in出来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什么弃牌率对手 合牌勾 两个葫芦 两个葫芦 不用力啊 现在是寻求价值的阶段 25万5千 要打多少 20 这里可以考虑打 因为两家玩家 打15万吧 因为有两个玩家 如果太极化一点的话 就打超值 打7万更小 因为考虑到玩家人多 就要打得越 要打得小一点 原因是 希望 不要给他 不要给庄位的玩家 太大的这个 怎么说呢 因为他知道 大盲位的玩家 后手只剩下6万6千 打多少在他的眼里 像我们知道他的A4是跟不动 但是在他的眼里 大盲的玩家 是会 温温选择跟住的 温温选择跟住 哦 所以他是希望能在 打掉大盲的同时 把这个 庄位的玩家带进来 对 额外拿一点 Hijack选择用A7黑桃加住到32 哦 Cutup这边是有一手A勾 选择用平根的 嗯 另一个32000的加住 在Cutup的位置 A勾 也没有做3bet 这里是个跟住 大盲位选择防守KO 排队很好 看一下我们的翻牌 三四勾 两张黑桃啊 不错 两位玩家是战斗面了 现在 Hijack Cutup Cutup 这里还好他A勾没有在 翻牌前 做3bet 如果做3bet的话 嗯 如果A7在前置位 cull了他的3bet 有可能这首牌 就要打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地尺 就给两位玩家都带来了一个波动 A7黑桃选择下注46 很不错的一个cbet 用这手牌去做一个cbet是非常好的 A勾在这里是选择做一个跟住 没有选择做夹住 红尺 21万2000的底尺 整排一张红刀圈 有效筹码是55万1000 两碗的后手差不多 嗯 转排张牌是可以 可以过牌过牌 可以 他A7可能这里还是要打 面对对手的一个跟住范围 打了一个17万多 17万5000 毕竟面对对手的一个跟住范围 他的A7摊牌不一定摊得过的对手 那么 用一个 买 有一个高张买花的一个组合 做第二条街的下注 他认为对 他认为能打掉对手什么牌 依然是个半渣虎 他想要打掉对手一些 呃 这里打打掉的组合又太多了 包括像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可能一些五六啊 一些 哦 这里 这里出现一张A 那A7又 变成有摊牌架级了 A7比较尴尬 A7这里是 考虑到要过牌了 对 这有可能再做架级下注吗 这也可能 因为对手在前支位的一个过牌 前支位的跟住范围 有可能是 被最后的合牌A给反超了 啊 DANIEL KITZ在这手A勾啊 其实蛮隐蔽的 他可能会觉得对手是一个勾的组合 哦 哦 那就秒抠了 哦 走远了 嗯 这样的话 这一手牌被淘汰了 嗯 没有被淘汰 但是只剩下五万八千 哦 还剩一点 这牌还能在什么位置处理得更好一点 这个牌这么打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 他是想要更极限的拿到一个合牌的价值 一半一半吧 慢慢的能 琢磨出来的 一套系统 慢慢的再 调整 校准自己的系统 这方面线上的玩家优势会比线下的玩家大 这是因为 一个手术的一个 啊 对 A勾队可以 是 16个大吗 这也是个比较 标准的 翻前范围的对抗 回到刚刚的话题啊 就线上的玩家会比线下的玩家 提升的 相对而言的速度会快很多 嗯 因为 同样你花出一定的时间成本 线上的 呃 流速会快一点 线上你的手术 手术堆积的快快很多 而且有 现在有 AI这么发达 软件啊 各种软件 各种数学的系统 都可以去帮助你 提升自己的 帮助提升 帮助去修正自己的系统 啊 没有发出来 我们的A勾是被淘汰出局 是的 我们的Corel是很遗憾的 离开了我们的赛场 所谓的德州复克最优博弈 这也是为什么啊 在近两年 应该说自从AlphaGo赢下了围棋之后 德州复克也在慢慢的被AI追上 甚至反超人类 对于这个行道来说 我不知道是一件 性质还是一件悲凉的事情 为什么啊 只是目前没有人能战胜而已 不代表以后没有人 希望人脑的发展比 电脑的发展更快 他现在已经在自我学习能力上 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未知领域 对于是人类能达到 但是电脑并不能 你好乐观啊 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发现 是的 我相信你可以 我努力 往前走 其实达不到这个目标 也要走在 死在这条路上 Flop是343 真话 Wolfson这边是一个 K5 草花 可能有一个后门花的概念 加一个后门 顺的概念 这里做了一个标准的下注 被 被Greenwood加注了 因为Greenwood要保护自己的4 他成熟4是 在这个面上是 肯定是领先对手的范围的 但是也不够大 因为很多牌啊都是 很多牌都是会 反超他的 他不想 他不想看到 在转牌出现四合勾以外的任何牌 应该说 张二倒还好 张二相对而言算还好 两个人看到二都还行 对 他只是没有想到张二会增强对手的牌 对 还好不是梅花二 如果出梅花二 我敢说Greenwood一定拿不下这个吃 嗯 出梅花二就是 Watson在后支围一定会做 激进的一个半炸虎 Greenwood这边持续下注85000 四分之一地吃 嗯 如果不是梅花二的话 这里还是可以考虑做一个跟注 85000 赔率合适 应该是一个跟注 Greenwood也是知道啊 在这里 看四 是不支持开第三枪了 我拍一张方片石 这里Greenwood是一个过牌 这里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过牌 这里是没有百分之一的 不用给自己留余地了 好 果然是选择过牌 这边呢 强偷 可以嗨啊 他这里是 没什么 他想能 他如果可以嗨能摊赢对手是什么 组合 六六 对 五六 他也他也偷不懂 他在这里应该也偷不懂 他这里应该是过牌 大概率是一个过牌 因为他会想考虑 对手在两条街做了连续的激进动作 那么在合牌是寻求摊牌的 他要打的话 那么十几万的下注是肯定 肯定 打不到的 要打就要打欧林了 就是全 对 强偷了 他十几万的下注是一定扣不动的 一定扣得掉的 对 哎呀 Greenwood这里又难受了 又被搞了 对 上一把是True Taylor 搞了一个超迟 这把是 这把是Watson Watson也是非常懂啊 这里面对Sam Greenwood这样子一个 两条街激进动作之后的 合牌 过牌 大家偷只能这样偷了 1比1 这 这里也没有办法 应该是一个盖牌 这 这里 Greenwood 哇哇哇哇哇哇 显得跟住 哇牛 真的是厉害啊 抓到了抓到了 哇 真的是 哇 真的是 出人意料的一个 一个抓机啊 这是奥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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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将六九不同话还选择盖牌 好 这边我们的 Bendlyakuski 这边只有十七个人很有可能会直接O-in 撞到钢板 305 撞到钢板 蕭俊洞有一個X Queen 差不多是12個大盲左右的OA A's Queen not running good What is your Statsun Pinpipe When they don't get when the Bluff doesn't get through 我們看一下翻牌 對我們的Fish20還沒有太大的幫助 多了4張可以Cop的機會 撿回一條命啊 我覺得令三差點就因為這一把牌出局了 I've got 15 River的8讓他們變成那個chop I need to get the extra Yeah What a burn 我們這邊的UTG跟我們大忙打到Owin 那我們UTG的籌碼 那...並不是...也沒有很少 可是他跟KK打...跟Huston打到Owin 那這個...A-Strike恐怕沒什麼機會啦 因為也被擋到一個花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I'm so sorry Rings 大家必須一個給我 是的 謝謝 Satel 選擇 3x all in pocket 10 13個大盲 那A8銅花蠻有可能會去跟住的 因為其實A8銅花也是蠻強的 大概是前百分之9左右的牌 所以面對一個卡的如果你是開 35被推17 18 所以跟一個9%其實蠻接近的啦 我覺得A9蘇體 A8蘇體沒有到9%那麼強 A8蘇體大概只有11 12% 所以應該A9銅花以上 我覺得應該66加AJ加才有辦法跟 就是這邊應該是要跟一個百分之8左右的牌 Open 35被Race是17.5 所以我這邊只能跟8.5 所以我這邊大概跟8% 所以這邊我會建議觀眾這邊 如果我在這邊open配3b all in 那在13個大盲 15個大盲左右 我覺得前百分之8的牌是可以跟的 蠻接近的 那跟了一個A8銅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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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 Erik Steyer在快進入前圈的時候出局 A8其實就是一個蠻接近的跟著 面對一個3-0 win Huston 260萬籌碼在Hajig拿到S-King 目前沒有人可以抵抗 好彈軒 大忙一個 輕鬆的跟著 好彈軒 喔 這張方片漆 的時候感覺好像還不錯 現在 現在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是一個雙方都check S-King有不錯的攤牌架子 可是他不會選擇在這種 黏在一起的牌裡面做一個c-bear 應該是雙方都會check 轉拍我們的一張黑桃石 彈軒擊中了一個Nut 那這邊彈軒是會選擇 繼續check 還選擇下注 我覺得可以選擇下一個小的柱 或是一半左右的柱 下個 七萬五八萬 下注八萬五 下注一半的底子 那我們Huston在這邊沒有集中任何的對子 那也沒有什麼後門花 但有可能會抵抗一張啦 有可能他覺得S-High還是有機會贏 只是變River的話 他會比較難打一點 但如果是轉牌是turns掉一個疊牌S-King就比較好跟 因為畢竟只要彈軒擊中任何的對子的話S-King就變只有六張牌 那如果他有感覺到一些不太對勁還是會蓋掉 OK Go for S-King 彈軒這個Nut 沒有賺到很多 覺得有點可惜